美国人布莱恩·林登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来到中国游学的外国人之一 他有众多被人熟知的身份 著名精品酒店洗凌院创始人 喜州古镇的洋村长 中美文化交流大使 甚至电影《他来自太平洋》的主角版演者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林登在中国大理喜州定居的第16个年头 在不同于晚年的氛围中开启 近日 林登开始把自己写的书放译成中文 书里全面回顾了他与中国35年的故事 很少有人知道他来自美国的穷人家庭 从16岁开始就每天工作14个小时 上世纪80年代 在一位教授家清洗地毯时 林登第一次知道中国 后来他申请了来华留学 在中国留学期间 林登走遍了出海南外的所有省份和地区 即便后来回到美国 他也时常重返中国 2004年 已经结婚生子的林登和夫人带着两个儿子 再次回到中国 这一次 他们辞掉了美国的工作 卖掉房子 想找一个中国乡村定居 辗转各地后 他们对沧桑而海间的喜州一见钟情 位于喜州一宇 到田旁的一座一径两院的白族民居洋品巷宅宅 成为林登一家梦开始的地方 他们先是花了数年时间将老宅修旧如旧 后又打造成集精品酒店和教育文化交流营地为一体的喜灵院 在这里 林登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给更多想了解中国的人 在喜州 除了老建筑 最吸引林登的是村里的人和日常烟火 每天他都会在古镇走街串巷打招呼 夏日午后 阳光炙烈 林登会给稻田劳作的村民们送上冰可乐 大家也亲切地晃他为林村长 在林登看来 这群勤劳善良的人 就是中国飞速发展背后真正的软实力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对喜宁院的一个表示的一种 就是respect 一种感谢 你天天来到喜宁院几百个人 他们都愿意来 他们都说 非常感谢你 虽然美国和中国现在有一些困难 你看 你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 一种外国的守望者 我们非常感谢你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比任何的那个劳力师或者陆服车 还有宝贵 来花35年 林登见证中国的飞速发展 在喜洲定居的十余年 林登带着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十忘记的旅行者 及众多学校 机构 走进单地早逝 稻田 作坊体验 只为分享他触摸到的柔软而真实的中国 我很想让国外外国人跟我一样 就欣赏 都了解 都爱上这个国家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外国 一个爱上中国文化的一个外国人 愿意传播 愿意当作一种啦啦队 非常有激情的表达我对中国的一些情怀 我非常愿意这样做 如今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当林登所在的大理 旅游正陆续恢复 喜灵院的天台再次坐满了旅行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